不行不行,我有自爆 不行不行不行,这怎么办啊 嗯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他说话没声音 最遥,我也有一个一个点 好 cut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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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号首先对话你张10 我不起跳 因为没有这个功能 好吧 11号这里是张好人牌 这是第一点 也是第一次跟他玩去 可能有点不太熟悉 如果站错边了 那请在场的各位好人 把我拽回来 张10在我这边可能偏好 人家说偏好呢 他如果是张好人牌 他这个时候 铁秒钟刚刀完人 刚想完刀人的思路 起跳的思路 上海发呆 那我觉得张10可能 在我这边偏好 我实际不是张预言家牌 那第一次跟他玩 就请大家多多关注 好吧 不是预言家 就先过卖了吧 看你几个人投票 那请下午会去选择一下 六是我的金水 先聊一下为什么验六 跟六号牌玩过 然后我觉得他是一张 就是一个逻辑比较好的一张牌 所以就摸了他 是张金水牌 那留下景辉楼吧 景辉楼的话 六是我的金水 我比较喜欢位置学 所以我想摸一下景下 这张12号牌 摸一下景下这张12号牌 景下的12号牌 景上的话 不知道哪个位置会跟我跳 六必然不能跟我跳 对吗 因为他是我的金水牌 三四七八 这一张牌 我看看猜一下 三四七八 如果三这个位置起跳 给四发一张金水的话 不知道 六是我的金水 外哥在景下 不知道外哥这把是什么牌 好吧 就留一张景下 这张12号牌 十个发言在我这儿 其实还好我觉得 偏好在我这儿 我觉得偏好 嗯 留一张12吧 再留一张12 就八这个位置是个黄金起跳 位我觉得八这个位置不跳 我觉得大概率 这张九号牌的身份呢 定义不了 好吧 就我说张游言家牌 就前置位吧 就没什么东西可盘的 希望你们对我有点容忍度 好吧 就一底牌 四张游言家 六是我的金水 就六号牌 看清自己底牌 咱俩也算玩过 就我相信你的配置 就跟我一起 好吧 就这把 就我 哎呀 没什么可聊的了 好吧 就一十张游言家牌 好吧 过了 四号 首先第一张景回六 肯定是验这张六号牌 为什么验六呢 景上四号是我的金水 景上一号在这个位置 起跳后 这位置剩下六七八三张牌 在只剩下三张牌的情况下 他直接给六发了一张金水牌 第一张验六 第二张验二 五号这张牌 现在不验了 好吧 暂时不验 听他自己发言吧 首先再说一下 为什么去验这张二号牌呢 一号牌在这个位置 如果说一号牌 不取调后置位 六七半 这三张牌 这三张牌里边一定 是出他狼同伴的 那么其实我有想过 如果六号这张牌 他不认识的话 那七八里边出狼 他怕六给七八里边发叉叉 但是 他给六发了个金水 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这张八 是他狼同伴 那如果我在三四两张牌 在这位置不起跳的话 因为四是我的金水 我是一张游言家 可能在你们的视角里 你们会觉得 你怎么把格局定这么清楚 因为四是一张好人牌 我是一张好人牌 景上陌生的牌 只剩下六七八了 景上不可能 只出一号一张狼人牌吧 只出一号一张狼人牌的情况下 那你告诉我 景下有四张牌 景下四张牌里边不开狼吗 肯定得开狼 景上 至少至少得是两到三狼 那一号一张狼人牌找到了 前置位 十号一张牌 在景上尬聊这张牌 十一号牌 处在一个黄金的汉条位 但是他没有起跳 那十一号牌这张牌 不管他聊什么 十一号这张牌 我不可能留到地景不久 那么景上 作为他一号狼人牌的 只能是后置位的 六七八里边三张牌的 那我第一景会 肯定是一眼这张六 因为牌不多了 他直接打这张六 给一个金水 我先一眼六 回一眼二 好吧 就先说一下 就我在这个位置 给四八了一张金水 可能在你们的眼里 力度这个东西 是客观存在的 我作为一张预言家 你们不要说 哎你不用聊力度 那一号在这个位置 剩下这么几张牌 给六发了个金水 那这个力度 确实在好人的眼里 可能是存在的 你们景下这几张牌 我景下留你这张二号的金水 那么我对你这张二的 第一是这样的 四是我的金水 一跟我含条 六这张牌吃为一眼 我觉得六可能是 这张一的狼人牌 很大的概率 因为我说了景上 多篮格局 他不会给这张陌生的牌 再去发一张金水 大概是六十的狼人牌 那么如果我标 一六为双狼的话 左半边 我留你二的金水 那我看你二怎么占边 就说我对你二的第一 是这样的 我对一张狼人牌 这肯定是 这肯定是原家狼 不会打左两张又两 不会打边角 我也避开狼 我对好人牌 定义第一 你能否占对边 你占对边没关系 因为好人牌 也有可能会占对边 但是你有没有 再认真的去找狼 认真的盘逻辑 如果你有 OK 你占错边狼 我一样会说 你是一张占错边的好人 但如果就像盗多狼那样 盗多狼是占边真应原家 但是呢 他就打好人 他不找狼 他打的都是 我心目中的好人 对不起 这张牌我玩一标了 没有给我上票 那我希望你能把自己心动力上 聊得特别的开心 特别的爆满 那没关系 那我可能觉得你是一张占 但如果你给这张 一直上票 而且聊得不好 那对不起 你这张二 一呢 你讲好了 因为三的这个发言呢 你这个发言定得出局 对吧 你来到我听完十十一的发言 我觉得十的发言并不太好 上面来句 我第一个发言呢 肯定不是个原家了 为什么第一个发言 就不是个原家了 对吧 那听完十一的发言 十一这个位置 凌空就保了这个十 我觉得十一不好 对吧 你这张牌呢 你警方有打一张十二 能留着你的金水 警方有打一张十二 就是按边角位 出狼烟的 对吗 那你说这张八 是个黄金起跳位 九的身份 你也不能定 你既然说出了这句话 对吧 那你就得聊这个十一 对吧 那你的视角 也没有这张十一 对吗 因为在你的视角里 八十个黄金起跳位 十一也是 对吗 十一也是个黄金起跳位 对吗 那你验个这个十二 十二如果是金水 十一张牌 是不是可以放一放 就按照网杀的模技 对吧 你觉得十一张牌 黄金起跳位 没有起跳 或者八没有起跳 那可能九十二 要开天的狼烈 慢着不方便跳 对吗 只能是这个 只能是这个答案 你说那个八十黄金起跳位 只能是这个样子 那你就得聊这个十一 你现在就验这个十二 你就得看到这个十一 你的视角里没有十一 对吗 所以我觉得一的发言不太好 三的发言呢 你对着这个二 狂聊什么呢 对吗 你对着这个二 有什么可聊的呢 对吧 你看他上票嘛 对不对 我觉得二 如果三十个 二有可能是三的狼烈 我觉得八这个位置呢 不太好 我觉得八你这个位置 就你这个默金起跳位 有点不太好 我如果认这张三十个远家 你有可能是一的狼烈坑牌 对吧 你有可能是一的狼烈坑牌 那这个位置呢 你光瞄二 不瞄五吗 对吧 你怎么样瞄一瞄五吗 对吧 因为呢 右边呢 我是一张好人牌 如果三是个狼 那么一四六是三的好人 对吗 那三是一张狼 二五也得试个狼烈坑牌 对吗 试个狼烈坑牌 就是暗面杀 也得试个狼烈坑牌 对吗 不按左边盲 又两个往杀落地 对吗 那我听一下这个六的发言吧 因为一能力度还可以 给警察后终了一张金水牌 对吗 茫茫人海中这么遥远 发言了一张金水 那么只能说 边角位一定有这个一的狼烈坑牌 七个十二 对吧 听一听 好吧 我这个位置不耗票 只点一点一三 好吧 点一点一三 可是这些人玩 玩游戏都不占边的 就占边呀 我找狼坑来测 每天都在那边盘狼坑 说前转发言谁像狼呀 其实这样的 本来 我不打算跳的 因为我想你一三你去打吧 反正我是要反水的 把二金水 十一九顺验 把警惠的验人报好 防止狼子报 防止个领盘 因为喜人是我 心路的一个人是这样的 我想 因为我每天都是告诉我第一个发言 今天成斌先生不在 我真的没人验 我也不知道验水 就随便验了这个二 验出二十个金水 但我觉得有点浪费 为什么说有点浪费呢 首先是这样的 二十个好人 他自己能在那边 其次这个十跟三 都疯狂跟我金水对话 我也不知道他在 你们在跟这个二对话什么 他是我的金水 他一定能在那边 而且你们的发言都是 已知二十个好人在那边发言 这个四十在都会知 要对着我的金水 哪有金水前狼坑的 你不聊这个五 为什么五不能是个狼坑呢 而我本来是这样的 如果今天我第一个发言 我就说爱金水 然后留个顶回来 我就过了 因为我想看看 我这样的发言呢 如果这个五 底牌是个好人的情况下 能不能认下我这个预言家 我就想看看你们怎么赞变 本来这个一单独给我发个金水情况下 我在想 要不我就不跳了 然后我看看这个五 能不能去给这个一投票 然后底下 我再出来反这个水 因为也一样 那一代都会不退水 一三一就打包出局 三二玩家实际上 这个一不退水 我帮你先出个一 对吧 因为我是一的金水 我在这位是金水反水了 一一跟你汗跳 你是不是也要去出这个一呢 就把一出了 好吗 但是景会我要拿了 我拿景会一定出一 这个没问题吧 二是我的金水 景会先留11再留9 为什么这样留呢 因为他们 我的朋友都告诉我 他说9号 我不认识9号 没跟9号玩过 但他们都告诉我 9是一张喜欢打倒戈的牌 那我就不把你留在第一景会留了 我把你留在第二景会留 对吧 你世上倒戈狼牌 给你一天的生存空间 我把11先发了 哦不对 11是景上的 那就是这个12吧 我看一下 因为10 那就129宣言 好吗 129宣言 看看你们投票反应 但我心中 我有我想念的人 我拿到景会 在董捷发言的时候 我会 可能会改我景会的 我有我想念的人 129的景会留呢 只是测试一下 你12跟9的投票反应 就你世上倒戈狼牌呢 也可以倒戈先打起来 对不对 这16双了啊 我感觉16像双了 好吗 这个 前这位11不是很好 11对着10表水 对吗 我不觉得 你为什么起身 对着一张 未知身份牌 比较水呢 而且10号玩家 他 点 就是第一个发言 聊了整整 三分钟啊 对吗 你听懂他聊什么了吗 反正我是 没怎么仔细听 我觉得他在点位置 那么 判断他是好人还是狼人 我觉得要听后智慧的人 对他的评价 所以 你11起身发言 像石表水 我就 没有 没搞懂 好吗 我觉得 7不好啊 就 1这个位置 你觉得 16是两张狼人牌 那你告诉我 1这个位置 已经给6发了金水了 就这张6号牌 还为什么还要反水起跳呢 对吧 6张牌说 那他拿到锦慧 要去打这张1出局的 那你觉得16像共鞭吗 就 我不知道136 这三张牌 他们是什么格式 就13这两张牌 你盘一下嘛 这个位置去盘一下 13两张牌 有没有共鞭 1这个位置 我觉得1的发言不好 为什么 一张牌 起身的发言 就我觉得 有点紧张 好吧 一张牌 我觉得有点紧张 那他打的锦慧 我也觉得不好 那这个2 他没有去聊过 就跟这个4 说的一样 但这个4 说打张8 是一张莫之魏 不好的牌 那我8 一张莫之魏的牌 怎么都不好了 那么这张3 在这个位置 起跳去打了 7 8 6 7 8 他觉得678 里面要开了 他把这个6 定成一张肥 要去验这个6 这个3的发言 是告诉我 那你总共验 这个6是个金水 这个1在这个位置 赶给6发个金水 那这个后之魏 是不是一定是少了 那紧张要开了 你要去跟其2对话 那我觉得 这个3的发言 也不是很好 那我觉得这个6 在莫之魏反水 要去出这个1的 这个7告诉我 16是两张 老人牌 去打这个格式 就 我觉得不太可能 因为6张牌 我觉得 4张狼跟1 共编的话 这个位置 没必要再起身 去反水 打这个1出局了 太做作了 那这张牌 把这张1卖掉 他的格式 是要怎么打 对吧 那这张7告诉我 16是两张狼 我觉得这个7 有点可能不好 那我看东尔 136 三张牌 退水情况 我8底牌 是张好人牌 那我这边过了 好吗 前之位 11 12两张牌 三还有个点 就12张牌 你把11放了 那11这个位置 没有起跳 这个12你怎么定义 就6如果 验出来4张 查摘 16是两张狼牌 那为什么不让 后之位去起跳 7 8两张牌 为什么还要打进坑 那把这个12 12是搞的 这个11是不能放 因为这个11是起身去 给这个10表水 弄10跟11的关系 11的身份是比这10低的 对吗 这个9 请下的牌 对吗 先不聊 请下再聊吧 就请下这个格式 确实有点乱 但我觉得 应该我的视角 是这么盘的 好吗 我巴的底白 是个好人 就上井干嘛 想要竞选景展的玩家 请举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就着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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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 听见 当我从六的口中听到一句 本来不打算跳的时候 我的心都 心都凉了 就你是张原家牌 你告诉我 你拿到警婚 你要出我 出我一张女巫牌 对吗 就为什么给你发金水呢 就知道自己聊的不好 我也不是原家 没有视角 就聊得爆一点 为什么给你发金水呢 因为这场子里 我只认识五六两张牌 其他基本上都不认识 所以看你在景象 给你发个金水 那你告诉我 你是张原家牌 你跟我不认识 我为什么就不能是张好人牌 你告诉我 你拿到警户要出我 出我一张女巫牌 就我不跳的话 三给四发金水 我觉得这个力度是摆在这儿的 对吗 就为什么读八呀 就没 就我我中手刀了 实在不知道读谁 五六两张牌不能读 谁也不认识 就随便点了一个八 就发言发言 我觉得 就我是真的很无奈 好吧 就真的很无奈 就毫无游戏体验 真的 就我觉得六 得是张汉跳狼人牌了 真的 我觉得六是张汉跳狼人牌 你告诉我 你拿到警灰 先把一打飞 就 你告诉我 我给你发上金水牌 你反水立井 你告诉我 你本来不打算跳 你还要把我一打飞 你拿到警灰 我觉得 六是张汉跳狼人牌 三十张冤家牌 谁烦 但是呢 你以你六的配置 你知道第一天到我 我觉得你也不一定能发出那种羊来呀 对吗 就 就贼烦 好吧 就把 我不知道你是张什么牌 反正我把你带走了 好吗 就 我是觉得三十张冤家牌 好吧 那底牌一张白痴 就 这个局 我觉得好人血拨 说一下吧 就在我这里 你上我去牌了 我觉得一三六的话 六张牌 就是 就是牌了一张牌 跳张身份 那一这个退水 他跳张女巫牌 那六这个翻译就怪了 对吧 六张牌起身 所以我本来不想跳的 就这个翻译 我觉得六就做不成一张御员家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六 你告诉我 你是一张御员家 你在这个位置 这个一给你发个精神 那这个一可不可能做成一张狼人牌 他在这个位置去拨这个力度 给后置为一张牌发个精神 三这个位置去 三这个位置又去起跳 有没有可能是狼和狼打去 去打这个格式 就你不可能不跳的 我觉得 就 如果说你要玩一个很花的板子 就这个板子 我可能就见得少 所以我觉得六可能不像个御员家 因为他说他可能不会 就我可能不想 他本来不想起跳的 就我觉得 运杰练吧 你总共要起跳的 就万一出了什么差值 就 这个锅总共是要在身上背着的 对吗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心态 不像个御员家 我是个白师 我觉得七不好 那 这个七 紧上去打不像个御员家 我是个白师 我觉得七不好 那 这个七 紧上去打一六两 一张牌 跳招女巫 这个七 我不知道 对吗 就我没有跟在场的玩家 就可能你们都不认识我 就我也是一个 对吗 逻辑不是很好的一个玩家 所以说 那我在这个位置 在我的视角里 我觉得六不好 一只安排 紧上发现 我觉得他已经做不去御员家了 那这个一退水了 那是个女巫 读了我吧 我觉得 这局很难打 我这个白师 在这个位置 被读了 那我觉得 紧下 御员家你们一定要分得清 和那张猎人 一定要常常好 好吗 那我就 谢谢 都可以 都可以 那个 我在外面 我先跟你们 我想说 我觉得 巴 像张狼走的 巴认了张白痴牌 八号玩家你在井上的时候 你说七不好 因为七说了 一六是两郎 那你为什么 现在又觉得六是郎了呢 你还依然觉得七不好 但是七说的是一六两郎 你下了 下了井州 刘一言就变成 七依然不好 但六 又是郎 六又不好了 这是为什么呀 之后 还有一点就是 我是一张好人牌 我不觉得 所有人 都是站队了队 去投的票 以及我当时 投六和投三的话呢 我其实是有一点纠结 投水的 我是有考虑 我先点了三 后来想了一下 还是觉得六的发言还行 而且的话呢 三确实对着我这张二号牌 聊了很久 对 二号牌你是怎么怎么样的 我要给你压力 你怎么怎么样 你有什么好给我压力的 井上那么多 井下那么多人 四个人呢 就给我一个人压力 是 怎么着你了 是 你见过我呀 还是没见过我 那么多人 就非要给我一个人压力 这个发言就已经极其奇怪了 之后你的金水 四号玩家发言也奇怪 四号玩家呢 说了一堆一不好的 又说了一堆三不好的 之后呢 依然 就也不说站谁的边 但是大概率是在打这张一 这是我觉得四当时发言 也特别不好的地方 对 之后我觉得七是好人 我并不觉得他说的 有道理 当时一六双狼 虽然没觉得他说的对 因为我觉得六可能是一元家 虽然没觉得他说的对 但是没有觉得 所以我觉得八向狼走的 八向狼的话 这种情况下 就是说 我觉得八向狼的话 嗯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三四十两狼 但是我现在不会去定义的 也有可能三四十两狼 仅下再出一到两狼 因为我就知道自己是一个好人 只有我一票投在六的一票 所以我觉得六的预言家面 会稍微大一些 但是我不会说投铁的 一定要怎么样 因为我毕竟是一张名牌 不会说直接去站这个边 但我觉得 你是个名牌 打的点不对 他拿的颈灰 他要反水的话 一定是出到一的 但是他说 我在考虑要跳不跳 我要跳的话 拿的颈灰也要先出一 首先你要想的一个点 是一三是两张狼人牌的 放一七掉了 三就不行 对吗 一三两张狼人牌 后支位一定出一元家 你要打的话 你要打一 就是打一三四三张狼人牌 有道理 所以这几个人 除非他们都在说 他们不合力度 且做身份做成这个样子 对吗 所以说我觉得六号的视角 一定是不对的 所以说把这个票 我操这个面具是假的 我还以为是真的呢 我的天哪 我操这个面具 我还以为是他自己真的戴的呢 华操 其实六号唯一能做成一个 华操 我也找一个 六号牌要出一 如果它是一张狼人牌 刀的一 这个说这句话的话 我觉得有点错 我怎么没有 那么我在希望那个 警惠票是投为三 因为当时我逻辑基点是 觉得三是预言家 对吗 那我投票给三 那么我现在仔细想一想的话 那么六也有可能做成一张预言家 然后我再去听一下三六的发言 对吗 那真他妈丑 这都什么玩意儿 嗯 大号牌 十二号牌 一张牌忘了 是九号牌来着 我觉得警惕不主了 对吗 警惕不主了 那我直接听一下警惕的发言 我觉得七号牌不好 首先他聊的是一六的 一六是两张狼人牌 同样的逻辑 对吗 一号牌一六两张狼人牌 六号牌和比起 好呢 裸送不了 总归六号牌还能吃得起 三号牌一 说不定聊一聊就不用吃一言 把身份做下去就可以 对吗 七号牌当时视角 也一定是不对的 那我当时 那我觉得八号牌在猛打三 对吧 在猛打七 他的视角很奇怪 那么他最后一严认了一张白神牌 总归先不用去聊八 对吧 不是白神文子 对吗 我觉得七不好 二的发言这轮还不错 我觉得二还行 四号牌警察发言我觉得还不错 那三六里面的情况下 那我觉得五号得进入狼坑位 对吗 现在做两狼与两狼得失来打 可能这个位置学呢 我还是蛮信的真的 现在大概率方式来盘 嗯 再轮贴了 我还是目前想七小时 站边这个三 我现在这个平安村 从逻辑界上来盘的话 我让三的一言加面 这个一六的一言加面 呃 十号牌警察发言 首先我是一张好人牌 那我上警一定是要有个目的 那我既然是高知卫发言 那我觉得我上警没什么好盘的 我只是说出我对这张十的一个见解 我觉得张十 他如果是让牌的前十五秒钟 时间我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我觉得如果他是让牌 他肯定是上警得有一个目的性 对吗 首先他拿一张老人牌 如果照打合适 那他一定会看场上的一个布局 那那他实际在这位置上警 他一定会第一件事 看场上人的布局 因为这张十前十秒没发言 所以我认为他偏好 那我上警一定是要有目的 我不是给张十表水 我只是他觉得他偏好 这是我上警的一个目的性 好吧 我不是去保这张十 这张二高知卫发言还好 张月豪牌就跟前追说的一样 你的视角有些问题 我在你的位置一三 在我这边大概也拿不起 因为这个位置给你 我发一张警员牌 三个位置给四发了警员牌 张四你就怎么去定义 对吗张四 就有点压低你三预言加面的点 就是你张四反处有点彻底 其实张一在我这边是发言不好 但是他也是高知卫给张 我发一张警员牌 对吗 他怎么样也是稍微有一点预言加面的 这张我发言比较称 但是如果任你一号牌是一张预言加 这个位置 你要好牌的拉起预言加点就是 你没拿到这个警员 呃 且这个警员票行 两颗有点难排 我十一十张好人排 就你七 如果你要去战免这个三 你不要怪打我十一 打我十一也没有什么意义 对吗 因为我也有点想战免这个三 只十张六号牌在两颗 有一点难排 对吗 我也要好牌十张好人排 二张牌在我这边发言偏正 那警下五九十二三张牌开一张 我假设开一张到国王牌 因为或者会发言我没听到 对吗 我只听到一张十二发言 在我这边一搬 那这个位置 呃 你七 如果是要这边张三 你怪打我十一也不要紧 那我是一张好人排 对吗 那张三会去定义我的身份 呃 张一号牌 就是视角上面稍微有一点问题 就定一张一的时候稍微有点奇怪 因为张一 这个位置给你发一张静女排 那他是张王牌 他一定是要有收益 那三个位置掉又给四发一张静女排 那四的上面你又怎么去定义 对吗 就可能我有点看不懂这个局 那我 谁跳猎人了 我今天 谁跳猎人了 我一张猎人牌 谁跳猎人了 我十一 所以我也能给你七解 谁跳猎人 不是给任何人表水 不是 我在场上 我只认神牌 金水牌 我自己 以及我自己是一张好人排 不是 十一跳猎人了 十一是跳猎人了吗 十一号 对吧 给七号表什么水呢 我井上尬聊 没听懂很正常 但是 你七号井上在后自卫那波聊 我就没 十一小猎人了 对吗 一六双狼 那你告诉我一六双狼的鲁魔镜 一点在哪 老子是猎人 那个出局 一号牌 对吗 是一张狼牌 对吧 一 必然跟三六都不共编 虽然他跳了女巫 但是你七号在井上了 你点不出这个鲁魔镜 你可以观众告诉我 一号牌如果是猎人 我的老板我都没听见 妈的 比我 他们老子是 六号牌要反水利景 先出这张一吗 但是你们不要忘了 对吧 六号牌 有可能打一个反逻辑 说第一天叨了一 然后起身的话 就是说在井上要出这张一号牌 就是说你要打三号 是一张狼牌的话 那么一是给六发对好 一是给六发对的金水 三给四发一张金水 往后之为丢了一张金水牌 对吗 但是就是说六的四角是不对 六的井辉流 他流的是十二号 对吧 就是你眼里没有这张四吗 那六号牌就是说 你能告诉我为什么 一起跳了 给你丢金水之后 在你没有反水利景的情况下 三如果作为一 三如果作为一的狼头吗 因为你 你接着一个金水 你是预言家 你必然知道一是狼嘛 对吧 或者说乍身份的牌 对吧 你没有盘过一是乍身份的 你说要先出一 对吧 然后的话三为什么要起跳呢 且三给后置位 那么一不是预言家的情况 三给井上后置位 四丢了一个金水牌 除非你打三是双狼 六号牌你井上没点 你井会留第一张留是十二 好吧 就十一号 七号牌向狼牌 就六号牌的话 不知道是不是记得狼同伴 对吗 他点一就是双狼 应该是 因为 就是 第一天如果狼刀在一 我就说一号 你得知道吗 对吧 那头上在那个位置 不知道才怪 你们可以聊我 十号开演好吧 就狼面前坠发言的 我感觉十二号 留了六的井会里面 十二号狼面挺大的 十二号发言告诉我是什么呀 就是说我再听一听 前面刚开始说 我再听听后面的话 要沾边三了 沾边三是因为井上这个六 你告诉我一三双狼 然后你要在那个位置 反水出掉那张一的时候 我觉得你六就一定 拿不起一张原家牌了 但是说实话井下这一轮发言之后 就是听完前坠的发言之后 我现在有一点点不太敢沾边 是因为这张十二号牌 就是这张十二号牌 今天发言告诉我什么 说他这个位置呢 觉得二十张好人牌 他去保了那一张 唯一给六投票的一张牌 然后他在这个位置还要站三的边 说实话这张十二号牌啊 我觉得他只能是张狼牌 对吗 那我今天再听听六的发言 井上我认为七的发言不好 七 我等会点张加世卡 井上这张七在那个位置打一六双狼 说实话一三六三张牌 在井上跳起来的时候 在我听下来 其实我会认为一像张榨身份的牌 但是我不知道一位 但是我没有想到一是张女巫牌 因为一在那个位置跳原家 说实话 在我的视角里面 我觉得他的视角一定不是张原家牌的视角 如果后这位有人起跳 我一定站后这位牌 你张牌的边 但是三起跳的时候 其实发言也还一般 但是到了六 就是他说一三双狼要反水出一的时候 真的我觉得六好玩家 以你这样的一个就是视角来讲 你会告诉我一三做成双狼 且一在那个位置给你六发张金水 三在那个位置给四发张金水 你告诉我这个位置都往后这位发金水的牌 能够成双狼 我不太理解六好玩家 但是因为十二号这张牌 我想再听听你六好牌的发言 且将七号牌井上的发言说实话 你打一六双狼 我没明白 你能不能再解释解释 因为你井上的发言只有六十秒的发言 你告诉我一六双狼站边三 你其他的都不盘 所以我认为现在我听下来不太好的牌 是七十二两张牌 好吗 前之位这个十啊 你们井上谁去打过这个十呢 我觉得十的发言一定是张 算是赖出来的好人 因为他十在井上说了一句 我觉得是狼不会聊出来的话 就是你们可以认为 我是一张狼人牌在尬聊 对吗 我觉得十还偏好 后之位忙忙多人去打那个十尬聊 我不太明白打十的逻辑在哪 十这张牌我觉得像张好人牌 好吗 我觉得暂时再听一听吧 因为三六的发言这一轮都偏厚 看看点出来能坑在我心里面符不符合 好吗 我这个位置 所以说我没有想到一是一张 就是女巫牌和九一样 我觉得这游戏八是个白痴 四个狼走的六是个狼二是个狼十二是个狼 就十二号玩家我没有办法理解的是 你投的是三号玩家 二号玩家投的是六号玩家 那么你说二的发言偏好 但是不可以是二站错边吗 你为什么说想站六的边呢 对吗 所以二是不是狼还得再听一下 但是你十二和八和六一定是三张狼人牌 几张我也没有打十 就是觉得十在第一个发言能发出这么多言 就是因为基本都是猜的嘛 所以我说十在尬聊十一号玩家 缺小十号玩家 别人杀呢 呃表水 所以打了一下十一 但是这盘我有可能站错边了 我感觉 六二片吧 不是我有可能不会站边 我不知道谁是真原家 十二号玩家你怎么知道八号玩家 不是个白痴走的呢 并且你投了一个狼人 对吗 就像前面九号玩家所说的 一和三都不合作为发金水 六号玩家 你是个预言家 你一定不会认为一三双狼 对吗 但是我是个白痴 我认为你一六可能打板子 是这样一个逻辑 好吗 所以我当时就随口说了一句一六双狼 我觉得五不用发言就是个好人 因为狼坑 四个狼 差不多位置在哪里也找到了 好吗 我觉得九十十一 警校的发言都还可以 大概就是二六八十 说爱怎么知道八出于四个狼不是个白痴 用爱配之高 那不是吗 我踏踏都告诉你了 八十张白痴牌 顶上打了你七 你七说一六狼两狼 八在最后就打了你七 是不是因为铁站我六的边呢 他在站我六的边情况下 他看到只有我一张金水牌给我上票 以下三的我六的边情况下 他看到只有我一张金水牌给我上票 以下三个人票全部打在三号玩家责任 他是不是铁认为三十个狼 我六更是个冤家呢 他怎么会在一眼的时候突然就说 这个六是个狼 三十个冤家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 他只听了一的发言 我为什么要说要出这个一 因为在我视角里 我觉得我是 每个人游戏理念不同 我是不论可以你们这种炸身份 那你告诉我你炸出了什么 你给我六发了一个金水 那你虽然用我的金水反水 可能有些人觉得坐高了 你坐高我的面 有些人觉得一六上了 那我是个冤家 我就不需要你多报金水 你甚至可以说你是个女巫 你读了六 你测试一下六的反应 看这个六会不会自爆 因为这个软件能自爆寸土的 你在这位置给我六发金水 你倒台了 你弄了个女巫出局 但是你要在那边 你连郎跟游戏家都很平 那你紧上了 做这种操作干什么呢 你说我说我不想起跳 因为本来我说你发言的时候 我是不想起跳 因为我是游戏家 你如果是唯一游戏家 我有什么好起跳的 我确实反水都可以 我紧上架滑过去 不就完了吗 我愿意相信八是个狼出局的 因为前座没有狼去跳枪 因为八如果是个白痴 一是个女巫 一定会有一张狼牌出来跳个枪 找剩下一张枪牌就行了 因为他们狼紧带手 我是个游戏家 天暴游戏家错了 晚上这个枪一落就行了 好吗 我觉得九 我觉得十跟十一发言 上两张好人牌 九跟十二都去投给三了 并且在我鼎会流里面 我鼎会流打了十二跟九 这十二在这位置把二都保了 那就站我六这边 你认为二是个好人 那我六就一定是个游戏家 不然你告诉我狼呢 狼去哪里了 狼都不投票的 全部 我精髓反水了 狼在这位置去投给三的 可能啊 不现实 十二九 因为我一样人 其实我也报不出来 我一样人我报不出来 因为五在这位置投给三 五就一定是个狼了 其实我特别希望五是个好人 我特别希望五是个好人 这样他就站错队了 但很可惜 我觉得五还是个狼 好 没用一天就没有听出 嗯 出六吧 六八二 二六八三张狼人牌 再加一张谁呢 因为你六号上来第一句就已经聊诈了 你说你就是说什么不想跳 那你拿了张游戏家怎么会说出这句话呢 那六先出局吧 六出完局 我觉得可以验下二吧 我觉得二验不验 我觉得你你三我想一下 你三肯定要死的今天 三号我建议你去找倒沟吧 这盘一定会有倒沟狼的 我们先不盘这个八 我觉得这个八呀 应该是张狼人牌 为什么呢 首先他认白痴走的 其次第二点呢 是二六都说八是狼 那八一定就是张狼 那已经走了一个狼了 我们今天再把这个六号出了 就走了两狼了 走两狼今天晚上游戏家吃刀 所以一定要找倒沟 否则的话不太好找 我建议你就从那种死站边 你的人里面去找 因为像九号这种含含糊糊的 他说他不太会站边的 大概率不像张狼人牌 因为在这种吃的情况下 狼人一定会坚决打倒沟 谁站边你不要死 你就去验验 七一张白痴 那可以暂时先放一放 你在 我觉得十十一十二里面 或者你别验我五 我五一定是张好人牌 我这张平民牌 你千万别来验我 我可不想浪费你一验 四在井上 四是你的金水 那四七五 那我觉得就是十一十二 里面可能出一狼 十篇好 我觉得这局就是二六八十一十二里面开一狼 我觉得十相对于十一十二里面稍微好一些 我觉得你要不就去摸摸这张十二 我觉得十二发言一般 你去把这张十二摸了吧 然后 然后也没什么别的吧 这局一定有这种往死里倒勾的 不然狼人不可能赢的 八大概就是张狼人牌 别验我 别验我 这个千万别验我 我是一定是张好人牌 好吗 我要是狼我就 对吧 我不可能倒勾好吗 我这他妈不会再验到我吧 我看你验十二本 我觉得五十二倒勾 我觉得十是那张狼 我不觉得十一相对 我觉得九是个好人 十你这个位置 你跟十一表什么水 对什么话呢 十一呢 是跟七表水的 你听到 十一身份一定比七低 你又跟他表水 那这三张牌比的身份对低 对吗 我觉得二像个好人 我听了一圈发言呢 我觉得呀 狼队的宗旨 可能是要骗这个二 对吧 当然也不一定 这个二投的铁 看他投票吧 看他投票 就是七啊 你跳啥身份呢 对吧 你别跳身份 你看看六五都打不打你 对吧 因为七一定是个好人 七在井上的视角 一定是个好人 好人的视角 一定不可能打一三公鞭 一定是打一六公鞭 这个八在井上 你老忘了 八一定是个马 八在井上说 你觉得英六不可能双狼 怎么样怎么样 狼一堆英六不可能双狼 那英六不可能双狼 你就打呀 那你觉得一三 可不可能双狼呢 对吧 因为井上的格式呢 你一三 会有动不动退水的时候 你八这张牌 就得盘他们 三张牌出两个马 对吧 七的视角 一定是好人视角 而你八的视角 一定是个马 你的遗言 就更不用说了 跟你井上的发言 完全不一致 对吧 那你告诉我 你是个什么牌呢 对吧 我觉得九像个好人 我觉得 我真的觉得井下 出个倒沟 我觉得五十二出个倒沟 对吧 我觉得五十二出个倒沟 因为这张二 我真的有点定不好 这张二 因为那一圈发言 我听这六的发言 我觉得二相是个好人 这个六现在骗这个二 对吧 你说你这个十 你要是个好人 你下个这个十一表什么水 你打个七十一张狼 这个十一给你认为的一张狼 还表个半天水 你不打这个十一 你还得捞这个十一 你还觉得十一像个好人 哎 就这十和十一我真的有点变磨 我真的有点分不清 对吧 狼坑差不多就这么多 对吧 我觉得五十二得出一秒倒沟 你自己再看吧 三 好吧 整个我井上说一三 说我吃个月圆家 就是不对水 先把一出去 整个我拿不起了 你井上你聊四啊 你觉得一 不管一三说 还是三是那个汗跳 对吗 那你都得聊我四啊 对吗 因为如果三是个汗跳 一就发对了金水 那三这个井上厚住位的金水 我这叫三号白 力度很大了 你不聊一秒四吗 对吧 那你认为一三说话同理吧 对吧 你不聊一秒四吗 你这世人也没有四 你一定是个汗跳 好吧 说六 你自己 我今天一天呢 我对他的定义是这样的 今天我肯定不厌 我觉得这张二 今天也会出票给我 八一定是张狼走的 我先跟你说一下 为什么在我的视角里 我也认八是一张狼走的 这张八在井上 他是不站边我的 他是盘我三 不是一张冤架的 但是当他死了那一刻 他直接认我三 他又站边我三 而且跳了一张白痴牌 说认六是一张狼人牌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八一定是 其实如果他不死 他可能会去给这个六打冲锋 但他死了 他觉得唯一的收益 就是跳张白痴 然后就 这是半路人局 今天我去验这张十二号牌 我觉得二应该是张狼 但是很多人都觉得这张二发言好 但是我觉得八是一张狼 二是一张狼 六是一张狼 就像JY老师说的一样 外之位开最后一张狼 为什么在十一十二里 我想验这张十二呢 因为这张十一号牌 他在一个 你想六是他狼同伴 对吧 二是一张井下的 八在末之位 如果十一号牌 作为六的狼同伴 他看到在他后之位的两张狼同伴 三张狼同伴 一张是在井下 一张是这个六 一张是这个八 近乎于莫之位 首先八的头上顶了一张七 七这张白痴我一定认 好吧 那么在这张 看看人家对我多尊敬 看看你们观众 你们他妈观众 除了叫我没脖子 就是叫我什么睁不开眼睛 哎 你们来到我直播间 不是为了学习狼杀技术的吗 你们不送礼物倒无所谓 你们得尊称一声JY老师吧 就我个人而言 我想打死你 哟你怎么来了 我如果直接把这个二打死 可能会让你心里觉得 你觉得你把这个二拍死 你觉得二发现好 但是我今天一定不会验 对 我后一 在这种情况下 狼人不怕他就倒过了 因为女巫倒盘了 已经破了一张盘 而且大多数人都是要占点 我一张三的 如果狼人再倒过 我把他就好了 再让我验一点 感谢立扛九鼎做的龙虾 在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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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五号了 我说了12号狼面比 这张鸡 说什么呢 在后天 在后天 弄五号了 在后天怎么了 为什么我不聊 就像我的金水说 弄五号 对 我觉得作为一张 这个二老师 在他们弄五号吗 现在还没到五号呢 他是好人 是狼人 你们自己去通过他的发言 去看看他是好人 吃狼 我觉得这是意义最大的 也是最有意思的 你如果直接把他给翻了 他是好人 给他发个金水 你们就知道他一定是 他是个狼人给他发个叉杀 我给他发叉杀 你们一定战边我 因为在你们的心里 肯定觉得 但凡是一张 就是狼人牌 都会挑战这个地狱难度 就叉杀杀 对吗 所以我眼里没有 你摇上来 你就去自己拿个小椅子过来 好不好 我可没有去聊这张二 但二的弹性并不好 你把那个椅子吹过来 晚上验12 好吧 晚上把这张12翻了 还大什么呀 还有什么可放大的 不是 这戴子轩来了 也没人送礼物 还变大呢 我看戴子轩 也没什么人喜欢 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 差不多了 我正好安心吃饭 我现在肥肥小七重的防号枪 我现在就说二一个人给我投一下 你们都不敢把这二张 那你告诉我狼呢 没有啊 因为大家都死去的八甜一个狼 对吗 你告诉我剩下一张狼牌是谁 是啊 满片的时候只能凑 二六八三个狼 最后一个狼 你们都找不到 而且你们都说二发一行 二发一行那是二是好人呀 还得二是个狼 我最后都说 二有可能是个好人 在我心里 如果五是个好人 那三十个月 你不是在幼儿园吃饭了吗 你回家也吃饭 你吃两个饭 那底下唯一给六头 还要好吃个狼 还有可能是好人 不可能啊 对他一定没有容忍住 好吧 嗯 我觉得我想想 你到那儿就坏了 没什么好说的 因为好了已经出了 不能吃那么多 嗯 比如我走了 越岩家走了 因为这个神牌是裸在外面的 其实我觉得 十十一 不能吃太多 知道吗 我觉得十十一里面 十一项有神饭 感谢肥肥小七送福小枪 你们打完是可以看面板 我觉得狼已经赢了 我觉得十一项有神饭了 所以我在最后就把十跟十一 这个好喝吗 这个 七是个白痴 好喝呀 你喝奶了吗 狼怎么都赢了 百分之三也不会早餐 这是牛奶 不爱爱 你们论爱是个好人 我发言都说爱是个好人 那就挑战啊 你喝吗 不是你们怎么会有 会能会有那种 骗二这种想法呢 狼为什么要去骗这个啊 二是怎么搞二也不会干错对 二是风向标 去骗二干什么 你不敢喝呀 八说 那就别喝了 以为爱都说八是个狼了 八顶上是打一六十是双狼的 顶下一下子就直接 八是打了七了 七打一六双狼 八打了七了 那在八的心里 八应该认为我是个冤家 因为他觉得七是错的 但他站边跟七是站一样的 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 那三一定是个狼 因为所有的狼都是站三那边的 还有什么好牌的吗 没什么好牌 因为有好人已经输了 你能让人看我给我吃摊啊 你能让人看我给我吃摊啊 吃摊吃我吃掉 你能打破了 感谢肥肥小吃一项的樊尔强 这个狼人杀呀 我每天晚上直播狼人杀 我就是跟你们觉得我是在跟这些人玩 还是在跟你们观众玩呢 我明显是在跟你们这些观众玩啊 对不对 干嘛呀 验谁谁死 是吗 语言家 让我先发言 我觉得 我并不是说确定的说 我一定有没有站对边 还是说站错边 因为当时我觉得五是狼人 决心一票是投给五的 十二的发言是我没有听到 这叫旺仔牛奶 是因为觉得当时 反正你们很多人都要去投六去 六呢 怎么说呢 我当时没有觉得六啊 他一定是一张语言家 因为六发言有不好的地方 他发言是当时这么说的 说五号玩家应该是一张狼牌了 因为我在前之位没有找到三张狼牌 真的吗 那也不对啊 因为我们认八号玩家出去是一张狼牌 你在前之位找一到两张狼牌 就已经是差不多了 为什么还说要找三张狼牌 所以就感觉发言有点奇怪 因为我不是一张狼牌 所以你们都把我放进狼牌里 说二号玩家一定是狼 而且还不厌 说我一定是一张狼 所以 所以我在觉得六有没有可能是一个语言 他的发言并没有 我并没有把它认下来 我觉得三上一轮发言还行 我听出四一定是一个好人 就是说如果三就算是一个狼汉条 他给的那张金水是真金水 这一轮三并没有死 反正你们要是狼四狼都在 或者是三狼在 就那八是狼走的 其他你们三狼都在的话 你们就痛快一点 十二怎么会死 只能是中刀的呀 再盘一下狼人 如果六是狼的话 十二中刀得是一个好人吧 那他们刀十二有什么收益呢 我想一下 那他们刀十二有什么收益呢 我想一下 刀十二 十二如果是一张名牌 让我这张名牌扛推吗 刷墙摄像头要大是吧 他们再去刀名 早说 刀神赢不了 这也是一种逻辑 但是我是一张名牌 我把几种逻辑都给你们排给你们听 就是三你是一严家的话 我也不是一张狼牌 你验了十二 我估计大概率他是得是一个好人 毕竟被那个吃刀出局的 在我这五是狼 说一下上语 首先我十一是张好人牌 第一点 我不管 八张牌是不是张牌 十牌一定十张女巫牌 对吗 假设张八是张好人牌 长三在场一定是个女巫 那外主委张十二一定得十张好人牌 要不然不可能张十二和七票 二张牌投五 对吗 我要拍张二号牌 你把张二放进去 九张牌跟张三冲票 他如果是张牌 可以再大哟 太低 对吗 可以再大哟 你九在这个位置 你一定是直入三个坑位的 你警察那么发言 你给我的感觉是含糊不清 你不知道想在这边 你九在我这边也没可能 其实你五张牌 去保张九 那我觉得 外哥可能这轮不太好 在我这边 你刚才去保张九 九一定是在我这边 直入坑位的一张牌 七张牌 哪怕我身份不定义 九张牌我一定要把他拍死 对吗 你警察这张二发言偏好 二入十张牌 二张牌去投五 没有收益 对吗 就这轮一定是张多牌 前提下三王在场 羊队一定要冲票 你告诉我不冲票 十张牌改出去 二 呦 外主委羊阔在哪 是我十一吗 我十一十张好人牌 对吗 那外主委你五又认为 九胜的偏好 你告诉我不要让验 那 你五的身份 可能比张九还低 对吗 其实你五阶两张牌 都是出张六号牌的 就这种区域去打倒勾 我不知道收益点在哪 因为一一定是个女路 那好人出了 那四的方案是没有啊 那外主委身份随便明明 这局一定是 郎敦获胜了 那我不知道 为什么这种不冲票 你不冲票点的收益在哪 你外主委去拍张六号牌 两坑 二六 七九 哪张牌 跟这张六号牌共鞭 我不知道 但是你六号牌 如果是个预言家 你真的翻译有问题 你要出这张一 这些肥肥像七宗的环跳墙 你第二张出张一 是 如果你十张二号牌 我觉得你可能是有点做错 对吗 但是你十张必须有点问题 我十一张 这够大了吧 在这个位置 你但凡 你七 大了吧 这够大了吧 我又十一三张牌 你四张牌 紧上一张反水的牌 紧下告诉我 啊 你要认 你要认三是个预言家 你出张六号牌 对吗 啊 兄姐 所以你四也不好 你四 三四五 三张牌 然后就七九再开一张 十张牌 我的人偏好 对吗 就这种觉得还能七票个牌 我都认为你可能偏好 对吗 那二十两张牌 不冲 不冲 什么让对手演的太低 你 我十一哪怕 上错边了 我一眼是个精髓 怎么抗退我 对吗 啊 就 我想信 又是个预言家 我十一四张好人牌 好吧 过 孩子还在逼逼什么 赶紧交牌吧 嗯 绑票了就不用打了 二十没绑票了 那么七还真有可能是白痴 就是我在想 二号牌取身聊了十二号倒牌 二号牌你有聊过三号 给十二号这个位置发言 我没看懂 对吗 或者说 你三号没有尊重 你的机会 请你二号聊了说十二为什么会倒牌 那按照 对吗 你如果不要跟我说三号 你是为了让你的四号金水归票 还有这四号发言 我听不下去 好吗 就是说你这个位置就是按道理 是给十二查杀 那你也就是说盘十二郎子刀 对吗 那你三十一人家 那 二号牌取身聊一下倒行 说 刀迷 对吧 叫 明百词 三号 如果是原家是 明原家 一号是明女 那你觉得这个时候去当明二号 狼还能赢吗 二号牌 对吧 五号牌 嗯 聊了奇怪点 就是 不知道为什么叫那个 我原家 我原家不要去验她的话 十一十二 这今天怎么那么想出七呀 对吧 很想出七 然后七女翻个牌 让我们看一下 那我们看一下 对吧 就我是建议今天出七 为什么出七呢 出七的话 七女能反牌 对吗 那么三的原家面还是有的 对吧 因为三刃八是狼走的 八那个位置就是说 他让我觉得拿不起白痴的点是因为他如果被女巫破了是真白痴的情况下不能出七不能出七 就说真被女巫破了的情况下他应该是挺着急说好人挺难打的 女巫白痴两人都走了对吗 一旦闪就出错那么只剩一杆枪了对吧 大好没有这个心态是吧 可不可以三四五九二十八漂亮就完了 我不明白如果厂商现在就是说剩三张狼人牌这个七为什么不倒牌对吗 因为你告诉我八是一张认白痴的牌走的 七昨天跳了张白痴帮三号票出了这张六号牌 然后如果六底牌是张预言家一是张女巫 这个八是个狼 那这个七为什么不倒牌呢 这个十二去倒牌了对吗 我想让七翻牌 因为这个位置真的 我不太理解你七为什么不吃刀 要不然你给我讲一讲对吗 我觉得就出了七可能罗进能挣回来 那么如果你告诉我七底牌四张白痴 那么八是张狼牌那只能做 那只能这个位置六四张狼 对吗六四张狼这个十二去倒牌 对吗 我总觉得这个七很奇怪了 今天在我的视角里面 因为你如果底牌四张白痴 昨天我跟着我去冲了这张六 因为到六的发言的时候 昨天告诉我说 他的整个发言通篇里面 没有这张四号牌 因为现在他的视野里面 只有这张三是跟他对跳的一张狼人牌的情况下 三在那个位置给四发一张金水牌 六在这个位置 我没有听到他聊这张四号牌 对吗 疯狂对这张五号牌对话 我不知道这张六号牌 低牌是不是张预言家 如果他是张预言家 那这个七只能是个狼 那场上只能是四张狼人牌绑票 那就可能是三四五七 四张狼人牌 因为前这位二十十一三张牌 都告诉我现在场上剩三狼 九十十一对话了 因为九十十一这一局听下来 里面出一个枪 出一个平民 出一个狼 但是你们的发言 都像了 但是我个人建议还是出二 因为童童你帮我讲 你分不清楚 三六你不敢投 你投个五 我觉得不可理解 好吗 因为在我概念里面 六一定是四个狼 我今天 我看下 一一二三四 死了四个人了是吧 我们四张绑票了 上轮票已经很明了 三五七九四张狼人牌 好吗 我们今天快点别磨叽了 我们就赶紧归个人吧 晚上谁 我觉得十有可能是恋人 反正十和十一面刀一刀吧 好吧 我们就十和十一面刀一刀吧 或者今天就把十归了 或者把十一归了 今天就把十一归了 晚上把十刀了 游戏就结束了 然后十一要不是猎人 晚上再把十补一刀 我们四郎都在呢 我就也别装了吧 我们三五七九 上轮票已经裸出来了 然后接着修椅子 不知道好吧 我觉得是应该是三五七九 要不就三五八九 好吧 如果是三五八九 那 估计 外国也能抵出来谁是枪了 好吗 我 哎不是 那还演什么呢 从九发言的时候 我觉得是三五八九 七发言 说出二的时候 我觉得三五七九 不知道 反正你们绑票 你们就出十 没绑票呢 就二四 七十十一 出这个三 确实被被煽动了 好吧 确实被煽动 战斗兵了 这个六呢 事业力 就算一三十两 你总干两秒四 这个六一直没聊这个四 我觉得六拿不起一张原件 战错就战错了 因为呢 如果七是个狼的话 那 他们刀十二 奔着白吃刀的 那就有可能 那可能他们刀十二奔着白吃刀的 对吧 因为八如果是个好人 嗯 不知道吧 好吗 不知道吧 那七就是个狼 那就是三五七九 那都能说吧 好吧 呃 就那也出三啊 好人就出三 好吧 好人就出三 规格票 好人就出三 如果三五七九 就出去 就出十一吧 尝尝尝尝尝 哦 修好了 你都是爸爸 把椅子修好了 你去你去看 fasten 狼队出票十一网 你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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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屁你那边砸着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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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你妈呀 我出一声喊 笑着破屁 哎呦哎呦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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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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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投票了 投票了 投票 厉害呀 我也投票 JY老师不愧是JY老师 这一手打得好 对 对吧 其实JY老师不是我们狼队的人 这张8是我们狼队的人 我笑椅子 这张12呢也是我们狼队的人 莫名其妙 就12多张网非要砍自己 然后JY老师为什么 哎 我不明白的是你怎么知道这张12是一张网人牌 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有四张网票 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有四张网票 其实这张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 哎呦 他以为他跳起来说四张网票 他故意是 知道我们是狼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他觉得可以交牌了 他说我们四张网票 他知道八十一张了 他想交牌 或者说这张五是一张白痴 我吃一口 不认是 哎呦 我再回来 给12做一张金刚狼 然后我刀的我 12刀的他 然后到最后 还有一刀刀的也是这个12 那我问你 我们一共三张团 那你怎么刀12呢 刀12没有任何的收益 我再回来 你现在我给你说出来了 就我确实 玩的脏 还是你玩的脏啊 没办法 我们最后两狼 没有狼了 三九两了 九号 好 苦苦支撑到现在 行行行行 不是 那我问你这个酒啊 没有啊 昨天晚上刀我的话 我给12八的金水 是吧 也可以理解 为什么不刀我呢 对吧 他们起来我怕他们说 哎你三为什么不刀牌啊 因为一张女巫牌走了 对吧 他们怎么可能 会不去刀你三呢 怎么可能会刀到12头上 或者说外之位刀人呢 那我刀了我自己 你92两两牌去刀12 是什么鬼啊 你刀了他 兄弟我给他 我准备今天我今天准备给12花茶沙的 或者说给他花金水 然后如果不信我的话 可以把12这个好身份认下来 信我的话我们把12给打飞 我们还有机会刀的 对不对 我还有机会的 但是你们把这张12给刀了 尤其是你12个刀 尤其是你12个刀 我真的不明白 真的 这鱼其实我们五营的板子 但你要自刀 那怎么办呢 对吧 还被这个玩意给发现了 疼吗 那交牌吧 我觉得 我觉得是这样的 我觉得今天呢 也别忘记 最后一刀 要不你自刀得了 要不你自刀吧 这个飘行太恐怖了 这一定不舍狼 他们都知道了 对吧 他们都知道 这一定不舍狼 那过了 跟你往上自刀也行 好吧 那我过了 见灰色 就真的这个12号自刀 这一点特别不理解 兄弟 你怎么能刀12呢 你应该刀 天黑紧闭眼 那边上衣服 他怎么可以耽误 真的 妈妈 这好扬 嘿嘿嘿 好 天亮了 我 我 我 他晚上真的不容易吃巧克力啊 啊 不 他长中牙以后啊 嗯 我闻了你嘴 那得出口去啊 那我闻了 来我闻了 你没少吃 他没没没吃怎么吃 你说你一会刷牙 一会 你说你一会刷牙 一会刷牙 一会刷牙 不是他特可怜你知道吗 他跟我说他跟我聊了半天 他说他 他说明天好好上幼儿园听爸爸妈妈话 你等观众 你是不是说明天要好好上幼儿园 嗯 我不去错了 你看 什么 不是 你不是刚开始说要好好去幼儿园吗 我不是 不 嘿 哪能不去幼儿园呀 我教他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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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不出好好去幼儿园的吗 我不是错的 你得去幼儿园呀 我不是错的 这张枪的 你把这个枪 好吧 十一号是 估计你们也不信 我十一号 第五批 我不是第四批 请为第五批 好倒个箱子 真的是蠢的一逼 我平时这个 我真的还是有点普通 我的逻辑太过于普通了 好吧 三号发言我没有听到 黑麦 好吧 今天起码章九出 十一 第五批 不是前四批 好吧 比较特殊 那 你们说我是个枪 那我就是个枪吧 好吧 先出这种酒 先把酒先飞 先把这个酒飞 我有点懵逼 要我缓一缓 好吧 是一张好人牌 且是一张枪牌 谢谢卡卡 现在这个酒出 对吗 哎你酒 各位也跳一张枪牌 哎 跳不跳 不能吃了 不知道你跳不跳 但我是这张枪牌 就 已经这个票行了 那 就很没辙 哎 嘖 还是太年轻 就小孩子 没看明白 我先 我想出这个酒 我还觉得十可能偏好 八哪怕适当老人牌 外之为七票的牌 没有收益点太低 你如果适当老人牌 那你就是一张装闷的老人牌 这个十 嗯 只能听你发言 对吗 我看看你是不是我的老人牌 哎 那只能听完你发言再想吧 我还是会出票 那后面 你们归一下票就行 我给人票 我给人票 好吧 我给人票 过麦了 过麦了 发言区别还是挺大的 但是 好像就是逻辑崩了一点 就十一号 你也不用穿枪的衣服 你必然不是一杆枪 因为你的发言拿不起枪 五号告诉你了 将出在十十一 知道吗 嗯 那五号最后锁定了我十号 十二是警下发言暴廊的 知道吧 发言暴廊了 所以说我会再说 哎 十二号知道了吗 但是二号你这人黑麦 多了不了 今天先出九 那一轮为什么 七票没投六呢 是因为四号 就十一号得是一张好人牌 为什么 就是说我在警上尬聊了一波 对吗 我十号底牌是好人的情况 十一我十一张狼 他警上至少轻踩我一下 这是我保十一的 且我没有说跟十一号表水 十号牌认证听发言 就我起声说十一号你跟七表什么水 这也就是说我给 把十一号这张牌认下了 那十一号 三人还投了自己一票 那九号 三号认狼了 感谢他 是诺佛小强 多写多写 七号真的是白痴 十二号真知道吗 这狼板子玩的没看懂 怎么的 你们狼也应该去把七这张白痴刀了 然后三号只还可以掰说 自己为什么不倒牌 因为就想五里三号 把明白痴先刀了 对吧 所以说三七不倒牌 九号牌 哎 跟着我的话 要不咱们今天出七吗 九号也挺可爱的 好吧 先出九吧 够了 五号 是不是狼 那出九 就知道了 但是四五随时枪 我不清楚 好吧 就四号要是那杆枪 暖的那么汗的话 五号应该不是强吧 就五号那个聊天 对吧 十时一开枪 对吧 我只能是个狼 对吧 我不站边了半天去把 鱼哥投出去了 对吧 没关系啊 外哥你去刀人嘛 对吧 我反正自曝不了 我没有开人脸识别 对吧 外哥去刀人 对吧 外哥是我最后一张狼队友拍 对吗 我先出局 好吧 先出 哎不是你别认狼啊 你认狼干嘛呀 你不认狼 我把十一先干出去 干完十一刀二 然后明天再推一名 把十号的人留着呀 不是 你别认 你认狼那怎么办啊 那你要我要知道你认狼 昨天晚上就刀十了 就结束了 这盘是这样 这盘是十二是我们刀的 十二他是自己 自己 自己 他不是自刀的 然后七和十二里面终于会有白痴的 所以我觉得 把七一刀那白痴肯定走了 然后今天再刀十吧 十肯定是个猎人 这时候还给别人穿了一件衣服 还能是什么 也不是要我们今天把十出了吧 好吗我们结束时间 这一次我绝对出票 刚才我修椅子去了 我忘了投票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要不然三好不会出去 游戏 游戏可能早就结束了 我给你给给送个保时捷给明月换个新的吧 就别修了好吗 呃出出谁啊 那就咱就出酒吧 因为肯定能找到咱们这个局 这些人还找不到枪 对吗 呃 哎 我刚才还义正言辞的像傻逼一样 说这个劳队在骗那个二 其实劳队是在骗我 哎呀我操 真的很烦 好吧很烦 呃 来吧出酒吧 好吧我这边归票这个酒 都不错 这10号肯定是让利人了 10和11都不在我们囊队 有什么有什么可遭错的呢 不是是我那个充电线卷进那个咕噜一圈 不错了 天黑请闭 游戏结束狼人胜利 我死了 天亮了 刀7为了保险啊 游戏结束 7万一是白痴呢 我操7还真不是白痴 7是挡刀的 那也得刀 因为7你不刀7你根本就不知道白痴走没走 哎呦不是 哎呦不是你们你们别老盼着我刀错刀不错的 这游戏还能刀错人呢 追目于出局的那一天 这游戏已经结束了 接下来就是骗观众了好吗 我每天 哎我每天在家直播天天狼人杀 你们觉得我骗骗这些场上人我能满足吗 肯定满足不了啊 我现在每天晚上直播狼人杀都是跟你们在跟你们观众玩懂不懂 其他的主播都是在跟场上的玩家玩 而只有我是在跟观众玩 我觉得玩狼人杀能跟观众天天一起玩才有意思 跟场上这11个人玩太无趣了 你想你跟观众玩一骗骗好几万人 你跟场上人玩也就能骗11个人 没意思 所以还是骗观众最有意思了 对了 对了观众朋友们 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 大家可以在下面 下面找到我的微博 JY新浪微博 或者大家去这个微博上面搜索JY带氏也能搜到我 我今天呢新发了一个 新发了一个这个微博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是一个我自己定制版的一个啤酒 精酿啤酒 这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是跟京东合作的 合作款 大家可以直接点这个链接进来 这个链接进来之后 它是一个众筹平台 嗯 众筹平平台 然后 这个 现在已经成功了 之前呢 是要 在10月18日之前 凑到这个5万5万元才能成功 现在已经11万多了 但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 这个是我自己定制的一个啤酒 特别好喝 虽然说我平时不怎么喝酒 但是这个酒是定制款的 我自从我自从和京东合作了这个定制版的啤酒之后 我天天喝酒 我天天喝啤酒 真的 我以前一直觉得喝酒的人 不可理解 就为什么要喝酒这种东西 现在我明白了 原来啤酒是这么好喝的一种东西 非常便宜 这瓶酒非常便宜 你们可以 可以这个看一下 非常牛逼 这是一个京东众筹的一个项目 我的微博 你们去我的微博找 JY新浪微博在下面可以找到 或者去微博搜JY代事 找到之后 直接在第一条微博下面就有 好吗 特别不错